太吓人了 小偷了 恐惧 狡辩 猜忌 你坐好腿 以外 他们能否成功踏出第一步 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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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飞出去的那次大师兄 大师兄 所有人都是最好的 打羽毛球 网球 游泳 起码 反正所有的群人移动 我都参与 我是飞行员 吴祖国 你这是自己摔的吗 这里是被老婆打的 这是假的 他是岭上有的 台记 这是台记啊 小偷师兄 飞行员 熊带领 他连周末飞行员都不帅 那你们俩还认他 那没办法呀 手把手指挥他飞的 我坐在他怀里 他别人教我教我 他算师兄 我是飞行员向峰 也是峰都华先生基地的场所 为什么你是大师兄呢 因为我比他早磨上五分钟 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工作的关系 大家认识了 最先是在巴南云专山基地 由我们师父带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基地 他去国家队训练了 我们就自己出来马上开了一个 2021年的时候 觉得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 包括我们这上面有三千多亩 六十年代的老茶山 我就想回来搞一点乡村旅游 然后带动这个茶叶 茶旅融合 玩意是要多少钱咱们 布勤收费是588一次 提应是10分钟左右 海巴落差我们这里是500米 直行距离是2.3公里 那咱们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人 布勤平均这个地方只有20个人左右 一天大概1万块钱 差不多 但是我们重新其他几个基地的话 春节的时候一天可以 配100人这样的 那就是5万多 对 我现在干这行还来得及吗 找对地方就可以 他学这个需要考试吗 要玩要玩 你的技术也好 你就区别考得越高 二是初级 二是中级 三是高级 还有越野 还有双人 都要考 这个行业一定要保证所有人的行业 滑翔车的话 这整个极限运动是最安全的一种 当你对自己 自己气候装备和你的技术体面 把动得非常严格的时候 你永远的是安全 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脑顶状 但是实际上 克服了一次之后 路面的感觉是一种享受 那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吧 好 可以站起来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的小伙伴 路可的时候没敢跑 不是啊 他那个风一只往后一顶 我跑不起来 狡辩 他就是在狡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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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身边还有点下白 晒黑的脸被下白了 包括我们修建一个花园的地点 我们都会有 或者周边的项目 比如说山地月车 路影地点 还有民宿这些 很感谢我们青龙政府 给予很大的支持 最能带动的就是 当地的那些村民的收入 这时候把这些搞起来之后 每年到青龙来的游客 还是比较多的 刘重庆 刘重庆 爱好这个才能坚持 他一直有18岁的心态 天空很辽阔 我能一心生 下周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